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你经常能安慰他 他是不是就是比较焦虑会 但是你会起到一个安慰的作用 没有 反而是他就很直接的一句话 就把我嘴巴给堵住了 堵住了 对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很多事情 未必想得通嘛 比如说其实有时候很多 特别是拍戏做完演完 已经上了都还在想 对 出不来的 对 出不来的 比如说有时候觉得 比如说一次金香奖 然后我就看到 其实我并不是不服输 然后我要研究他赢在哪里 这个戏 因为他其实赢是很多因素 但是我反而是不停在讨论自己 我输在哪里 所以我就说我就是差一场戏 如果有一场戏是这样演的话 就肯定赢的面就比较大了 所以我反而就很多时候会跟他讨论 这个关于工作的问题 很多说是演喜剧的人实际都有忧郁症 就你别看他在台上这么开心 肯定有 肯定有 他实际是个很不开心的人 我也不是不开心 我是我本身都是很性格很开朗的 但是我觉得你不能长时间都会这样的吗 因为你还需要自己设计这个角色 自己安排自己怎么去演 那如果你真的什么没有 你怎么去想到呢 所以有忧郁症 我觉得我外行 我觉得娱乐圈的朋友 特别会多 不管你喜剧悲剧都有忧郁症 为什么 其中一个理由是说 他们的工作状态 每一部戏 拍两个月三个月 密集的工作 然后我说的还不仅是工作压力 还是什么样 那种分开的感觉 每一次一个开始 然后熟了 然后一群人 然后就结束 又去另外一个 好像我听一个明星跟我描述说 每三个月死一回 要面对不一样的人生 不一样的生命 他说这个很痛苦的 你比如说我要是主持一个活动 但是很重视的 很重要的活动 这个付出的代价就是 主持完了 当天晚上肯定是失眠的 为什么要躺在床上 会把每一句话在脑子里又在转 讲好了呢 高兴得睡不着觉 没讲好呢 烦得讨厌的后悔的睡不着觉 就是这样 对还有我们这一行最重要是卖自己情绪 卖情绪 卖情绪是最伤 所以中医说伤肝 是吧 你有忧虑 也有那种情绪 然后每一天 比如说拍完一个悲剧 你三个月在那个剧组里面 对 每一天都是这个情绪 然后哭完之后 比如说哭 哭完之后 然后已经cut了 真的 这么好惨啊 就把自己好像一辈子的惨都挖出来 比如说你要笑 什么好笑今天睡又不够 然后很多事情要管你 我记得有一次 比如说家里有人生病 然后我非常担心 然后我就去到现场 然后导演突然间跟我说 你今天有点怪怪 然后能说你有什么 因为我是演喜剧嘛 对 你知道演喜剧 你自己心情不好好 要去现场 要很多顾虑 眼睛已经不一样了 对 眼神都不同 对啊 所以我说 你给我机会一两天吧 我能放开就能放开嘛 所以这个没办法 这个也是做这一行 也是你算是 自己觉得是晚 这个职业虽然很好玩 对 但是他伤 比如说 伤线 我看舞台剧 一些舞台剧演员 好像每一次演 都是心脏兵发的那种 哇 我说哇 你给我演 我肯定可能死在当场 会有可能的 有可能 对啊 卖笑那一伤 刚说喜剧悲剧 其实我感觉好多人误会了 像你一见到吴君卢 就说他喜剧之后 喜剧之王 我觉得他演悲剧 演太好了 对 像好多朋友都讲 你应该多演悲剧 找一个很苦很苦的悲剧 但是还在那个市场 对啊 那个岁月神偷啊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 就像香港的那个 对啊 可是那个戏份毕竟 没这么多 对啊 应该有 本来本来更不多啊 被李强劝 对啊 演得好 加戏 加一点 加一点 其实根本他那个戏 就落在两兄弟 是是是 根本就是我跟导演说 真的 加多一两场戏 因为每一次 吴俊儒演完悲剧 不管戏份多小 我都觉得好像 因为都是香港人嘛 他演那个香港的悲剧 情怀 香港情怀 那我就觉得香港真的曾经 有个时间 有过这样的女人 你把那个人做了出来 那感觉很好的 对啊 所以我就 但是时常 时常就需要这个 需要笑 需要喜剧 而且我觉得 你看 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都同样伟大了 可是我总觉得 演喜剧的难 演喜剧的 其实我都觉得很难 就是让人这个 开心的 让人笑啊 好像特别难 你比如说 我觉得什么片子最容易啊 我觉得恐怖片容易 你让人害怕 好像很容易 你只要把音乐 他就害怕 恐怖片也难的 也很难拍的 但是喜剧 我的确觉得非常非常 而且需要智力 非常高 你看啊 你看我今天第一次 见到你啊 我觉得你的这个面相啊 绝不是个蠢人 就是非常精明的 一个面相 你看看那照片 他在这个喜剧片里 总是显出一个 这个弱智的一个形象 你看 这个样子都不一样 你看 好像很享受这个胸心 你再看下边 你再看一下 我把我自己 我把我自己最蠢的 那个突出来吗 真的 长相都不一样 判若两人 是吧 实际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这个是你一定要 怎么说呢 喜剧 一定要好像感觉 蠢的人 草根的人才好看的 对 但你觉得喜剧 女人演是不是比男人 有劣势 就是比男人吃亏一些 我觉得整个电影工业也是 女人吃亏吗 哪方面吃亏 你看这一两年 很多电影都是两个字的 什么激战 什么 寒暂 风暴 你有没有人找我演 都是很阳光的那种 很阳光的 很阳光男人开枪 其实好莱坞也一样 你叫那个Harrison Ford 就是保护一台飞机 你怎么叫武军武军 那个女人没有 因为男人就代表墙 男人就代表票房 男人就代表一个女性观众 没有 不仅女性观众 因为你站在很简单 你站在观众的角度 我们男人看电影 不可能认同一个女英雄 我要我要投入 还有女人看你呢 女英雄他会嫉妒 为什么不是他不是我 女人也需要 女观众也需要 仰望一个男英雄 所以到最后都是男人 男人就可以把男女观众 通吃了 都是这样 所以你说 你说特别是 当然喜剧特别难演 女人是不是特别难演 喜剧能够成功 我觉得女人 女人根本就很难成功 真的 可是占便宜 阿俊卢 你看你在电影里面 弄也三十八滴滴 我们想了很久了 我们又看了 看了 你自己想 对啊 我在家里想 这个行业的女人 她样子不很初衷 她有什么特点 男人会还有这么吃得开 她肯定身材不赖 超好 超好 然后 如果我是女性观众 带入她 每个都希望自己有一个 三十八肌 肌 肌 对啊 我宣传是肌 这么肌 因为我做完这个凶事后 我收到很多 我不是很熟的朋友电话 她说 原来你 有这么大的 对啊 他们以为是真 然后说 我说有没有搞错 你认识我这么多年 你不知道我是没有的 然后她说 你怎么弄了 然后有一个朋友 更好笑 你可以介绍这个特技师 给我吗 然后我弄一下之后 我就给我老公开心一下 然后在家里晚一下 然后又不需要整形 所以我就说 如果女观众 也不讨厌这种 有身材的女人 然后因为当然是无君如也 然后我觉得夸张一点点 就是刚刚到 夸张喜剧感 然后刚刚好 又不是很标准的那种 那就有那种感觉 然后我自己都想 有啊 我本身我自己就觉得 我很想试试看 一个大宋的那种感觉 那试过了 所以我的结果 体验了怀孕的滋味 对 怀孕都没这么大 但是我就觉得 对哪一个层次都是加分的 这个角色 所以我就有一天说 我一定要弄这个 然后刚好有那个特技师 就是弄过一个非常像 然后他给我看到他之前做一部戏 然后说好 你就把我弄 那个设计师你上回 替我问一下 能不能替蓝的弄 你们要弄 我们要去广告 去广告 九寸 江湘三人熊 广告之后见 嘉辉最对君如很多感兴趣的地方 那当然 我 我说那个 因为我真的以前看他拍喜剧 很早的 我很会看电影 然后我就已经是那个认定 假如大家能够拍一部文艺片 一定替香港电影创造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位置 而且我对君如特别有感觉的 因为他读香港中学是名校 那名校很多女生我追过 所以所以所以 你是说读香港大学的还是 我在台湾读大学的 可是我中学的时候追过 所以我刚看到君如出道的时候 说他是这个中学的 你为什么会 你的学校在隔壁吗 没有啊 无所不用其籍 所以我刚第一次看到你照片 我还觉得有点眼熟 搞不好追过 没有了 其实你是个美女啊 是吧 其实是美女 结果这样糟蹋了自己 对吧 从16岁慢慢就 就把自己搞成一个 好像是弱智的样子 没有 因为隔壁的那种班里面的训练班的 那些真的是当年的玉女的那种 那种形象嘛 他们真的很斯文的 很纯情的 我就是已经很 我已经性格就是校 我从来没改过 我的校从我 你是比较本色的 我是本色 我在学校读书 我就看到我那些隔壁的同学 你可能追求过的那些 就很斯文的 对啊 对啊 家教很好的 然后就长头发的那种啊 我已经是有一点怪怪的 我也比较 但你这个脾气 小时候男孩子追得多吗 没有 我就是没有 没有 没有这种 很多男朋友 我去我大概15 15 6岁开始就出去玩啊 就是下午就礼拜六礼拜天就跟 跑 跑了 对我们叫跑了 就去那些就喝东西的地方啊 吧啊 就是偷偷的去啊 下午 以前也不是换夜店 以前是有一些叫 Noon Disco啊 下午去了 两点到 对啊 两点 跳啊 两点到六点 对 在美丽华的那个 你记得 那我肯定追过你 搞几岁啊 搞不好睡过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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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睡过 因为太少了 接着说 接着说 我们在那干嘛 我的女同学就很漂亮的 她在比如说在学校就是跳舞啊 跳芭蕾舞啊 现代舞啊 唱歌 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去 一起去玩 通常都是其他的小男生追她 然后我就在旁边 当电灯泡 就是电影里面的那种 比如说一群小女生 小女生 有一个是啪啪 有一个很搞笑 有一个是讲话很多 有一个很漂亮的 就那些年的那种感觉 对 我肯定是没 没男生追 没有这种感觉 那你现在有没有打电话 找回那些同学 有有有 有有有有 孤立给他们你们 他们已经变了 对 全部是大妈了 你看 我姓吴君吐 真的 因为他们已经嫁了 生了孩子了 孩子已经可能已经读大学了 因为他们早结婚嘛 早就有男生追嘛 你知道吗 那你对男朋友的幻想 跟他们是一样吗 有一模一样 他们想找什么样子的 你也想找什么样子 最后有一些嫁了 都是很正统的那种老公 比如说做生意 在大陆开场的那种 就是不是我 你找了个娱乐业的 对 就不是我那杯茶了 然后我后来他们就很安稳了 但是他就变了大妈了 对啊 就是那种斯纳 我们叫斯纳 斯纳 而且他们下场一定很悲惨的 老公在大陆开场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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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严重这个问题 在东莞被扣住了 可是很好奇的君主 比方说你笑嘛 我就叫大笑姑婆 大笑姑婆 好 我就这样 那诚可欣也会笑嘛 可是通常诚可欣是苦笑 对 那你们女儿 假如你不介意讲 她会比较 我老公反而也笑 每一次笑 其实我觉得不太好笑 她都笑到眼泪流的 是吗 她笑点比较低 她笑点很低的 很独特 但是有时候我讲一些很无聊的 我们香港叫很烂的 她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反而大家的笑点不一样 然后我们的女儿就比较轻向她的那种性格 就是很小心 每一步都 很细心 很细心 对啊 所以就很 不太像我 往往女儿随爸爸嘛 儿子有点接近妈妈 对啊 往往是这个 我觉得女儿跟 我觉得女人跟女人肯定好像刚才你说 已经从 从历史已经证明女人跟女人已经 会有战争 会有战争 事同水火 对啊 无论 就是奶奶婆媳 女儿跟那个 女友 对啊 我看那个最近看的一部电影叫Oscar Oscar Oscar 对对对 大陆叫八月新风暴 我看 你看 就是生了三个女 就从小就有问题了 妈妈跟女儿 对 对 你觉得女人和女人之间有真正的好的感情吗 有 但是还是女人跟女人会看不顺眼 我觉得有 我不知道 可能我都是我接触过都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肯定不很同意 有时候我妈妈的那种那种思想啊 对 为什么奶奶跟那个 就是师父啊 师父 师父 对啊 很多种种很多事 都是因为那个男人嘛 因为抢夺那个儿子 抢夺老公 老妈跟儿子的感情是特别好 是吗 我就是觉得女人跟女人 没有因为你还太年轻了 我看到几乎都是变化很大 女人的关系会变化很大 比方说年轻的时候妈妈跟女儿可能冲突比较多 过了一个年龄呢 基本上女儿也像妈妈嘛 都属于所谓的高龄的 对那到了都是属于老妇人那一段的时候 到了那个感情很好的 大家体贴的妈妈经历过的妈妈面对的身体健康种种 女儿也会面对的 对 我跟你不同 我觉得女人跟女人 我也是觉得搞不好 当然女人跟男人也搞不好 女人就跟任何人也搞不好 相加三言情况 告知后见 好 这讲讲大陆了 你是香港混了这么多年 现在也到大陆去混 你觉得有没有水土不服 有有 其实我真的并不是真正地去 有去拍过或者是带过那边 你说混 因为比如说拍电视剧 我都没接过一部很真正的电视剧 我觉得你很少真的在大陆拍片 比如说偶尔要 因为那些电影是合拍电影 然后我就去宣传 比如说真正要去 比如说现在很多真正秀 我真正也没接过 我刚刚上个礼拜才接了 第一次接了第一档 表现很好 就是那个 就是选秀的那种 对 所以如果你真正觉得我 我根本就很 比如说语言上也接不到第七 然后我觉得我也不要逼自己 肯定要赚多一点 然后就要去那方面 那做事的方法上是不是也觉得有点跟香港都不太习惯 我觉得反而现在已经磨合了 磨合很多了 以前比如说我们大概二十年前有一些合拍电影去大陆拍 然后当然我看到常常很多工作人员在打架 香港人就骂 就一不行就打了 就解决方法嘛 后来就越来越文明了 因为其实很多现在很多 比如说内地国内的工作人员已经 已经借轨了 大家都能借轨了 还抽钱 所以现在反而就没有很大的那种问题 但是我通常拍的电影都是很多是一般香港的团队 为什么你拍 因为有时候需要自己去经营 去安排 你没有把电视剧这一块 去去经营去拍 因为我还是觉得自己的语言 他配音的吗 全部配音的 真的吗 好像可以配的吗 像你这种普通话一定要配 演一个广东人 我觉得 所以你倒好 你这个人不贪 对我也不太贪 真的不太贪 不是钱的问题 那时候是尝试用一个电视剧 去征服大陆的观众 但是这就像是有的 你比如说我在台湾认识一个 哪个导演呢 忘了 包括香港的这种彭浩翔什么的 他们也有这么一种人 就是说我做香港的事情 跟香港人合作 我最舒服 最能表达我的自我 那么我为什么非要去适应一个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喜事录 香港归香港的本土电影